这些东西太可怕了 就是大家看见 说出来 都是你还知道 你不知道的这些 坏账烂账 这些东西 哪呢 一个所谓的票据 一开几百亿几千亿 就没了 就到了 就票在空中 这个钱就被这些所谓盗国贼 所谓常委们 所谓这些 许家印一个人 你打死了 你拿你的钉想一想 他怎么弄2.4万个亿 他怎么拿 300多个亿的东西 他弄出来 2.4万个亿 是吧 你拿什么东西 你都 都想不通了 但是在共产党 的情况底下 就发生了 到今天 这些钱 还有6000多个亿 哪儿去了 那第一是许家印抓起来了 钱哪儿去了 他抓不抓 无所谓 对吧 他抓不抓 管个蛋 你把他祖坟绝了 无所谓 问题是 钱呢 对吧 原有同债有主 这个钱呢 中共 没法说 他怎么办 他就印 是吧 他印完 他再去发债券 再去发国债 再去从 那个稀释 再去 到了一定的时候 光当一破 最后 最后就带来了一些 进入喊啸 他就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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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带来了